走過聰明城 你的寶貝會變得聰明又奇怪喔 通過聰琴門 成功國小校長陳怡君和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子偉 逐一跟著58位小怡新鮮人集長 熱誠歡迎他們加入成功國小這個大家庭 成功國小音樂班學長姐 更用音樂迎接這群小小學弟妹 和陪同的家長們一起邁入 求學過程中另外一個重要的階段 8月30號開學日 一大早成功國小校長陳怡君 就帶領老師們特地著裝打扮成 著名電玩電影瑪莉歐中的可愛人物 迎接58位小一新生入學 讓小朋友們在快樂開心的氛圍中 進入國小 不會害怕也讓家長放心 我們今年的一年級的新生 總共有58位 學校特別以瑪莉歐的造型 校長跟主任還有老師們 用瑪莉歐的造型來迎接我們一年級的新生 我們希望成功國小的小朋友 有瑪莉歐愛冒險進取以及勇敢的精神 克服生活中種種的挑戰以及困難 只有今天喔 瑪莉歐只有今天出現喔 但是你們每天還是要繼續來上學喔 激動市議會議長童子偉也硬邀特地到學校用籍掌 以及製政繪本和防災頭套的方式 歡迎這群小小新鮮人進入成功國小就讀 更特別推薦對於音樂有興趣的小朋友 三年級之後也可以加入成功國小的音樂班學習 那我想我們以成功國小作為校園的新改造計畫 把我們的社區改造跟成功國小共融 那我們當然剛剛校長提到音樂班 當然也用開場表演是音樂班的小朋友來做表演 希望大家以後三年級的時候 也可以加入音樂班的行列 我想成功國小音樂班是全市唯一的一個 國小的音樂專班那也有非常多的特色的教學 那老師也都非常的卓越 那我上次也來這邊表演過 那我們把琴房整建得非常漂亮 像電視的場景 那我們希望大家走進校園 都是感覺到非常愉快的 它是一個跟社區共融的公園 未來即將也有一件一題做這個活動動心來完成 活動動心跟操場的搭配 我想在這邊讀書學習會是非常快樂的 那我想我們在校園老師 校園長老師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這個學校絕對是會是我們 能愛去未來首屈一指的學校 也希望施求無禮的小朋友 都可以在地來救水 拿到繪本和防災頭套的小衣新鮮人 非常有禮貌的感謝議長叔叔的關心和愛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好 好